莎莎首先祝贺获得比赛胜利 其实你跟大敌两个人对这每次打都特别激烈 能不能首先简单回顾一下你和对方本场比赛的表现 对 其实我觉得今天我们两个人发挥的还是都非常好吧 其实从第一局上来包括最后一局 其实每一分我们两个人也都在不放弃 然后也都在全力以赴的去对待每一分吧 然后我觉得因为在前不久布达佩斯子也是输掉个完一两次 所以面对今天这样比赛我觉得心态上还是更好一些吧 能不能简单谈一下第四局 第四局打得特别胶着 14比12获胜吧 能不能谈一下你最后两个球是怎么样应对的 对 第三局其实 不 第四局其实还是一个对整场比赛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吧 那一局赢了可能自己大比分领先 那一局输了可能我们两个人又同意回到起跑线吧 然后其实明天的决赛是你继成都澳门之后 连续第三次杀定大赛的决赛 而且明天肯定是对阵中国选手 那么这场比赛你会怎么准备 我觉得回去还是先好休息吧 因为我觉得其实比赛的强度也是越来越强 我觉得明天还是去享受决赛吧 因为我觉得现场的氛围也很好 包括这么多支持我的观众 所以我希望面对决赛自己能够去专注到每一分吧 谢谢莎达 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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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